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连接是什么连接仪器和手机的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里是一台主机 主机这边呢,是连供电部分是充电器出来 也可以是电脑出来 那这边这三个口,这三个口呢,是连接手机的 每个口,每个口它对应的是 是每一台手机,这个是第三个口 第三是对应这台手机 第二是对应这台手机 然后还有我们看到了这里的感光 这里分别有三个感光 那三个感光它怎么来设置呢 这里大家看到一个红色的暗影 红色的热缩管 这里红色的是代表第三个是红色的 这里有个第二个蓝色 代表第二个它是蓝色的 绿色这里是绿色是空我们目前空着的 绿色的也是同样是绿色的 这里每一个都是每组配套的 然后我们在设置的时候要怎么连接电脑呢 我们可以用这根供电,在设置前在供电的时候 是用电脑来直接供电,然后直接连接电脑 那现在我们正在解的过程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根 这个呢是安卓的 这个是安卓的接口 安卓的接口呢可以同时也是接到 仪器左边这里也有个安卓的接口 这两个接口呢可以随便接个供电 一个通讯都可以,如果供电不足了 可以两个接口都接,都接着来供电的 好,我们结好结好这个线呢 然后我们要打开,要打开我们的仪器 好,仪器我们打开的时候是这个 这个软件双击,打开IPBall 好,这里设置了我们 上一个教程就讲到了一个自定义密码 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 好,这里我们选择 刚才我接上了这台手机 目前呢它是密码状况呢 是这个密码状况它是还没有设置的 我就设置一下第三个通道 第三个通道呢选择了自定义上传 这里我还是选择了 20分钟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 还没读这进度调整时间 密码选择 这个自定义密码 打开上传 好,读完了,大家看一下这里仪器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 这个仪器的时间已经是开始是70年1月1号开始 我按下第三个按键 旁边的第三个这里 这个按键按下 好,开始扫描 好,这里就有个等待时间 增加输入密码 手机已经在 已经在进度调 好 这个等待,这里这个等待时间是什么呢 这里是精确的去算了 它的进度调 久的是多少秒 然后这个时间跟我们设置的这个时间 有什么关联呢 这里是指找完进度调 然后它等待多久 就会还是在这个状况就会进行一个警报 是告诉你手机是打开的 或者是其他的异常 OK,这个连接我们就说到这里